健身房外大批黑衣人聚集 警方緊急到場 就怕衝突一觸即發 原來這群人 需要進台北健身院 新生分店搬走健身器材 遭房東阻止 過沒多久 巴的分店也出現同樣情況 現在不要搬 沒有 我一不得就成人成人 為什麼不能搬 至今在那邊寫張曹國 帶頭的原來是健身名人陳丁毅 外號魔鬼士官長 曾拿過全國健身亞軍 是知名台北健身院的股東 這裡曾培養出金牌舉重選手許淑敬 現在卻爆發金銀糾紛 是因為張曹國把錢拿走 然後我要跟他對仗 他不跟我對仗 把我趕走 然後他就可以繼續接著下面 給我 8月31日陳丁毅自己錄下 在監診院被打得全身是血 狼狽逃到派出所報警 控訴第一名股東提總會長 張朝國叫所打人 其實兩人合夥10年 開了三間店 2013年爆發帳戶問題 張朝國指控陳丁毅 製造假會員卡收帳 還司令公款726萬 場地設備 租金都沒付 陳丁毅則反控對方霸佔健身院 還叫唆打人 拒絕對仗 雙方鬧翻 對鋪公堂 簽了一張同意是同意讓我頒 然後簽完就打人了 你頒你就說你頒 你要簽個是 他罵我說我是白癡 他現在說我叫人打 其實完全那些都是白癡的 健身名人槓上體壇大佬 各說各話 原本孕育國手的搖籃 現在成了股東反目成仇 蜘蛛必叫的是非之地 記得阿公 邁舟觀展 台北報導